日前国庆廉假,简安湘浩客艺术村除了是有创意采接游行热闹市集 为了让民众能够更深入认识简安湘 特别邀请了文史工作者安排街区漫游小旅行 一起来穿越时空来去吉野村 探访今日庆丰街区周边的历史现场 体会了这一段移民村过去的风华岁月 尽管下着雨,在文史工作者黄昭荣老师的带领下 民众漫游在浩客艺术村周边的历史场景 仿佛穿越时空回到过往年代 配合日前国庆廉假,简安庆双时再现五十风华 值半为期三天来去吉野村走读小旅行 在老师导览路边开讲下 重新认识这个既熟悉又漠视的吉安湘吉野村 庆丰村的走读课程 也是透过城市走读的一个概念 然后带领就是说我们乡内的啦 甚至说外地来的这些旅客 可以在国庆假日呢 就是透过走读的方式 然后去认识这个过去的一个吉野移民村啊 还有战后的这个庆丰村的一个脉络 除了浩客艺术村前身的吉野神社 还参观了旧式烟楼、日式房舍、西村故居 以及邻近的教会和餐食店等 甚至在石灯龙基座泼水寻找字迹 让在地乡亲和外地旅客 认识吉野村以及战后的历史脉络 让民众不只是采接游行逛逛市集 借此更深入认识地方文史和发展故事 记者蒋方燕姐安相报导